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58集 金盆消首 两人后撤一步 就见巷子里 另外五个黑衣人似乎是缓过劲儿来了 也拿着兵刃追着出来 三人追上大部队 眼看就要跑到大街转角 只要过了这个转角就是南天街 南天街正对开封府 布满黄城军 跑过去就等于得救了 可就在众人要转弯还没转弯的时候 庞玉突然一个急刹车 小四子赶紧搂住他脖子 包炎一把扶住他 庞玉才没摔个狗肯尼 而那几个小孩前面他杀住了 后面那小胖堆没杀住 摔到了一起滚了一地 王洛和沈怀月一滚抱起两个小孩 躲过了砍下来的两刀 众人抬头 只见前方也来了四个黑衣人 将包炎庞玉和五个小孩互在中间 小梁子王洛和沈怀月三人互助众人 外围气势汹汹 杀来了十多个黑衣鬼面人 那群黑衣人同时跃起 举起兵人恶狠狠砍下 与此同时就听到远处传来喊声 小梁子 小梁子一回头 只见一红一白两个身影正往这边急速而来 可这十几把刀都到眼前了 王洛和沈怀月用天山派内力往外一推 内进波动 但是只推出去了四个人 还有六个直杀了过来 两人只好往前一扑 替小孩们挡住这一击 庞玉抱住小四子一闭眼 小梁子却是往后退了一步 就在他退开一步的同时 刚才站着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 一个凉丝丝的声音传来 谁敢伤我天山派弟子 王洛和沈怀月一听这声音 心里就是唰啦一声 内力一泄 直接摔到了地上 但表情却是松了口气 那五个小孩一抬眼 只见一个白色的背影 两只白色衣袖往外一甩 他们就觉得耳朵嗡一声 剩下的黑衣人全部飞了出去 而且还飞得很远很远 包炎身后 四个刚刚被推开后爬起来的黑衣人 也被扔了出去 包炎看着落到眼前的黑衣人 激动 英猴 那五个小孩刷啦一声回头 睁大了眼睛 盯着眼前高大帅气的黑衣人 这个就是英猴吗 啊 根本不是青年饶饶大魔怪 以前那些没见过世面 麦师兄果然是骗我们 只是他们还没激动完 就见沈怀月和王洛起身 对前方白衣人行礼 师尊 几个小孩又刷啦一声回头 眼睛睁大到不能再大 看着眼前这个怎么看 怎么只有三十来岁的白衣人 头发是银色的 好帅气 而此时 田尊瞄了一眼睛猴身后 挑了挑眉 跑队太慢了 没吃晚饭啊 英猴回头看了一眼 其实刚才 在他俩落地救人的同时 展昭和白玉堂已经到了 刚才叫小梁子的就是展昭 那一红一白两道身影 自然也是展昭和白玉堂 他俩打老远听到 庞玉的呼救声 赶紧冲过来了 眼看就要来不及 把展昭给急的 展昭靠着墙喘气 跑都飞起来了 还差点慢了一点 累死我了 天尊对王洛和沈淮月招着手 示意他俩不用多礼 两人站起来 乖乖站在一旁 维持着天山派徒弟们 看到天尊时候的 新潮澎湃状 五个小孩算是回过神来了 围过去 问正收刀的小梁子 小梁子 他就是天尊吗 哇 好帅气 天尊瞄了一眼 发现除了小四子和小梁子之外 又多了五个小孩 这几个高矮胖瘦各种款式 那个小胖都是滚圆 天尊好帅气 我们想家住天山派 五个小孩冲过来 围住天尊叽叽喳喳 天尊努力忍住 两边抖动的嘴角 背着手 摆出一代宗师的派头来 点头 嗯 甚好 甚好 一旁 白玉堂无语地看着自家师傅 各种白普凹造型 几个小孩激动得直蹦 天尊背着手 仰着脸 看着月亮 尽量摆出武灵至尊的姿势 殷侯摇头表示没眼再看下去了 伸手拉过好奇 看着天尊的小梁子和小四子往回走 音音 尊尊落枕了吗 脖子怎么哽着 他装大尾巴狼 别理他 死老鬼 我说欢迎你嫉妒 天尊瞄了殷侯一眼 阴侯朝天翻了个白影 天尊又瞄了一眼一旁的白玉堂 见徒弟显起脸 天尊刚想调侃他两句跑得慢 却听白玉堂突然开口 我爹招待客人 把你床底下两坛子竹叶青给喝了 好 天尊后退一步 张大嘴 倒抽一口凉气 那五个还仰着脸 看他的小朋友眨着眼 刚才那个表情 天尊赶紧咳嗽两声 站好了 背着手 维持形象 顺便瞪了白玉堂一眼 白玉堂摇摇头 跟展昭一起去看那些黑衣人 这时 大批黄成军赶到了 欧阳过来先捧起小四子 检查一下 哎呀妈 吓死我了 还好没告诉赵普 张张 刚刚小梁子一个打好多个好帅气 他就这样 飞飞 过来救我呢 干得好 靠得住啊小子 欧阳哈哈大笑 伸手揉小梁子的头 小梁子不好意思的摸摸头 五个小孩也围着小梁子 说他好厉害 展昭摘掉了那些黑衣人的面具 果然 其中七个是失踪的仙阳山老道 而另外后来的四个 是峨眉山的道姑 邹梁让人用冰水 把这几个熟睡的道爷道姑都弄醒 当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 道爷道姑们自责不已 给众人道歉求原谅 展昭一问 果然四位道姑也是半路俭的老人 这年头好人也太危险了 什么人搞这种把戏啊 白玉堂看了看远处虚惊一场之后 聚在一起的包颜旁玉 小四子 五个小孩 还有王洛沈怀岳 我比较好奇 那些黑衣人是想袭击谁 天山派徒弟 五个小孩 还是开封府的人 我觉得 是那五个小孩 我也这么觉得 欧阳让分散去找人的黄承军都回了 按照原来的部署继续巡逻和加强戒备 其他人都回开封府 而此时开封府里 公孙捧着那个金盆 翻来覆去的看 公孙捧捧头 用镊子在金盆里边刮了一下 加出一些黑乎乎的东西来 公孙闻了闻 又仔细看了看 突然啊了一声 睁大了眼睛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盆了 公孙发现了金盆的用途 而赵谱还是一头雾水 九王爷掀起脸看着那个盆 不是脸盆 难道是尿盆 公孙摆了赵谱一眼 赵谱催他 哎呀赶紧说 到底是干嘛用的 外面应该能找到刻字的 公孙说着 拿了块帕子 将那个金盆的表面仔细的擦拭 边擦边寻找着什么 最终公孙找到了两个字 给赵谱看 赵谱凑过去仔细看了一眼 不解 陈浮 公孙点头 那金盆上刻着陈浮两个字 公孙又去看另一个盆 很快在差不多的位置 找到了字体一致的 陈迁两个字 我们挖的那个废宅是陈浮 那两座坟的主人 莫不是也姓陈 这两个人应该就是陈浮和陈迁 这是死者 勃梗的位置 你看 下面平整吗 公孙边说边拿起一截骨头给赵谱看 赵谱看了看 点点头 随后皱眉 所以说这两个人是被销售的 嗯 而且不是站着销 是跪着被砍头的 所以说 是被处死的 嗯 这两个金盆是用来接被砍下的头颅的 听说过金盆洗手 头一回听到金盆消瘦这件事 公孙斜眼瞧他 赵谱也不说笑了 为什么用个写了名字的歪金盆来接消下来的头颅啊 公孙将东西都放回原位 洗着洗手 对赵谱招招手 这个我只听过一些传说 不是很了解 但是有人应该会知道 谁啊 赵谱好奇跟着往外走 公孙微微一笑 殷侯和天尊 公孙和赵谱从五座房走到院子里 正巧展昭他们回来了 一群小孩进门叽叽喳喳议论着 刚才小梁子所使用的招式 天尊和殷侯的功夫多么多么高 我为什么听到了袭击包围突围这种恐怖的字眼 这些字 这些字 跟我家小刺子有什么关系 最近啊 很多人跟我抱怨 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 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 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 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 关于游戏嘛 我不一定有发言权 但办法还是有的 京东618活动 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 各类行业监货都能轻松看到 罗技的键盘鼠标 雷神的游戏手柄 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 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 领取京东618红包 边听边领边领边买 这样的优惠 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 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 可能预售更优惠啊 具体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